是问你比年年少年人哦 金嘴也不拔了哦 他希望的孩子不要做三件事 第一 不要成为政治家 第二 不要成为警察叔叔 第三 不要成为律师 哇 代表槟城高喊这个人物啊 并且也宣告了大英帝国在槟城 超过一百七十余年的殖民同志 的正式结束了 从开始的结束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也就是 在这关键时间点呢 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 为后来兵州的和平政权转移 立下了典范 他当时 建政的历史 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也从此 马华 就再也没有领导过兵州了